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聚焦于苏格兰性别服务诊所的变性手术问题 前首席医生大卫格勃发出的警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他指出诊所的过度肯定立场可能影响患者的评估 并且在法律性别自我决定的倡导下 诊所的客观性受到了挑战 此外,四分之一的痴呆症患者在被诊断后被迫独自面对 这一现象揭示了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的破碎 让无数家庭在面对这一残酷现实时感到孤立无援 研究显示,许多患者及照顾者并未获得应有的支持 这引发了对政府和NHS的强烈谴责 最后,我们还将介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如何通过污水检测来监控新冠病毒的动态 这一方法不仅提供了早期预警 还有助于追踪病毒变重的传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医疗危机中的两难 苏格兰性别诊所和痴呆症患者的困境 塔维斯托克丑闻影响下的苏格兰性别诊所 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塔维斯托克这个名字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这并非因为它是个人名 而是因为它代表了性别确认治疗的极端做法 大卫格勃DR.David Gerber曾任桑迪福德性别诊所的首席医生 对诊所的治疗方法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格勃医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他在任职期间目睹了诊所如何在变性手术和治疗上采取了过度肯定的立场 这一立场不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反应 更是苏格兰政府在尼古拉斯特津 Nicholas Sturgeon领导下推动变性权力的结果 格勃医生强调 法律对生物性别和性别的模糊区分 使得诊所的评估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和谨慎 在他泄露的举报报告中 一个青少年的案例尤为刺眼 该青少年在心理评估中表现出令人惊恐的症状 然而仍然被开处方高瞳治疗 这引发了外科医生对一名年轻患者胸部手术转疹的质疑 然而格勃医生无法改变这一切 因为大格拉斯哥和克莱德国民健康服务NHSGDC 系统对他的投诉并不支持 桑迪福德诊所被批评为格子图案的塔维斯托克 因为其治疗模式与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相似 后者因丑闻而关闭 自2016年至2023年 桑迪福德诊所将近100名16岁或以下的儿童转诊 给内分泌专家考虑开处方青春期组织剂 最年轻的患者仅9岁 卫生局的性健康服务负责人罗达·麦克劳德 Rodemacloud在苏格兰议会上表示 桑迪福德不应再成为国民健康服务 对儿童性别服务的重点 NHSGDC发言人表示 2021年提出的担忧经过内部很独立的调查 并未得到支持 然而 格伯医生的报告建议 应对桑迪福德的运作进行审查 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服务 应采取更谨慎的立场 英国痴呆症患者的孤立境地 在另一侧 英国的痴呆症患者及其家属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根据阿尔茨海默协会的研究 四分之一的痴呆症患者 在诊断后被迫独自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 这揭示了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 NHS的破碎现状 阿尔茨海默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凯特里 Kate Lee表示 痴呆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健康 和社会护理问题 也是英国的头号杀手 但它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些统计数字代表着成千上万的家庭 他们经常被迫在关闭的门后默默承受 面对着破碎的NHS和社会护理系统的失败 调查显示 许多患者在诊断后并未获得应有的支持 百分之二十四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所照顾的患者在诊断后 没有得到任何寻求支持的建议 近三分之二的照顾者 则表示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帮助 更令人担忧的是 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 接受了照顾者评估 尽管这是法律要求 政府对此结果表示 令人震惊和完全不可接受 卫生和社会护理部的发言人 承诺将建立一个健康系统 确保每位面对痴呆症诊断的人 都能获得所需的护理 NHS的发言人也表示 正在加强对痴呆症患者 极其照顾者的支持 然而 这些承诺能否真正落实 还有待观察 李女士强调 痴呆症患者应该获得 他们所需的适当护理 支持和诊断 从政治 财务和道德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能再忽视这一问题 美国污水监测 新冠病毒追踪的创新方法 在大西洋彼岸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采取了一种创新的方法来 监控新冠病毒 污水监测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 传统的病例追踪 已经无法满足公共卫生的需求 污水监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手段 这个庞大的污水取样网络 覆盖了全国约43%的人口 旨在识别病毒水平和更大趋势 虽然这个过程不能精确计算病例数 但CDC官员表示 它提供了病毒扩散的早期警告 CNN每周跟踪这些数据 并且当机构发布新信息时 自动更新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 它能够捕捉到那些未经诊断的病例 污水数据帮助公共卫生机构追踪新的 新冠变种及其他传染病 如呼吸道荷包病毒 RSV和猴豆 POX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游戏 而是整个社区健康的关键数据 例如在某些州 污水中的病毒水平突然上升 这可能预示着当地即将出现新一波的感染潮 公共卫生官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提前做好准备 增强医疗资源 并向公众发出警告 提醒大家保持警惕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这种方法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病毒的扩散情况 尤其是在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 污水监测不仅能够追踪新冠病毒 还能监控其他可能威胁公共健康的病毒 这对于制定公共卫生政策至关重要 从苏格兰的性别诊所到英国的痴呆症患者 再到美国的污水监测 这些医疗领域的挑战都揭示了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严峻现实 无论是变性治疗的过度肯定 痴呆症患者的孤立无援 还是新冠病毒的监控 每一个案例都强调了在医疗决策中保持谨慎和科学的重要性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医疗不仅仅是治疗疾病 更是关乎人类尊严和社会责任 在这些挑战面前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和理解 努力为每一位患者提供他们应得的关爱和支持 这样我们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进步 让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变得更加健全和人性化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大卫格伯医生对变性手术发出的警告 格伯医生指出 苏格兰的性别服务诊所在评估变性患者时 采用了过度肯定的立场 而忽视了必要的审慎和谨慎 这就像让一个刚学会游泳的小孩直接跳进深海 完全不顾后果吗 根据她的报告 诊所的评估过程受到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 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医疗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话也未免太悲观了吧 就像说所有变性手术都是危险一样 事实上 许多变性手术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改善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研究 变性治疗可以显著减少焦虑和抑郁症状 难道我们要因为一些个案中的问题就完全否定这些治疗的价值吗 这就像因为几个螺丝松了就说整个飞机不能飞行了 谢琪琪 你这样说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然不是说所有变性手术都有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那些存在风险的案例 格伯医生提到有青少年在心理评估中出现惊恐状况 却仍然被开处方进行高瞳治疗 这不是小问题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这就像在没有驾照的人手里放一辆跑车 后果不堪设想 楚天说你也未免太戏剧化了吧 当然我们需要保证每个患者都得到适当的评估和治疗 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变性手术都是危险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呼的数据 适当的变性手术和治疗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你的论点就像是在说 我们应该停止所有心脏手术 因为有些手术存在风险 这根本就是因噎废食 谢琪琪 我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否定所有变性手术的价值 而是强调需要更严谨的评估和审慎的医疗决策 格伯医生的报告指出诊所的评估过程过于简短 这就像是用一个忙和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完全不负责任 根据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 NICE的标准 医疗决策应该基于严谨的临床评估 而不是受到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 楚天书你这样说就有点道理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变性治疗对患者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方面 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研究 变性治疗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满意度 就像我们在医疗中总是平衡风险和收益一样 变性治疗需要在科学评估和患者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而不是一刀切的否定或肯定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倒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倒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文字幕掌握